以擅长小说散文书写的作家郝尼尔 2023年出版了《去你妈的世界》一书 在这本带有戏虐书名的背后 是她在历经产前疼痛、忧郁、重醒识笔 写下关于女性的反思与觉醒 怀孕对女性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破坏 从肉身、欲望、生产、身体修复等 郝尼尔深刻的自我剖析 创作出这本写实又惊悚的疼痛之书 如果要帮我这本书下一个关键字的话 应该就是痛这个字 我那时候真的是照三餐在吐 而且我也是运作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性格压抑成这个样子 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情绪 就是为什么我没有觉得很快乐 因为好像很多社群媒体上面 就是看到这个反应啊 大家都会欣喜若狂 开心到不行 然后想要准备什么surprise 吓下先生、吓下自己的父母 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 但我那个时候下意识地会很想要去福音那个状态 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要去买一个奶瓶放在冰箱 我是不是要准备什么东西去给我妈看 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想 我一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更有一种觉得很恶心 很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我那一时间就觉得 我是不是没有办法成为大家期待的 那种快乐的样子 约莫是进入孕期三个月后 我的症状加剧 从客客气气的藕 变成张牙舞爪的兔 到最后感觉胃里所有东西都被翻出 胃酸人一点一点的桃瓜食道 喉咙灼热且满是苦楚 一个人痴痴地蹲在厕所地板哭了很久很久 实在太孤独了 我那个时候在 其实正在经历很严重的产前忧郁的时候 我是不晓得原来我已经生病了 那我觉得我的先生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他每次出差回来的时候 我就是会一直疯狂地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 或者是一直掉眼泪 然后我自己说不出为什么原因 然后他有跟我说 那我们去看医生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就跟很多可能现在其中 但是不自知的人一样吧 我那时候也觉得我没有生病啊 我在书里面有写到就是 宝宝推出来的那一刻啊 我身上所有痛都消失的那一瞬间 真的好像有一个轮盘 就是到了一个正轨 然后我的一直闷在心中的一个淤血 也彻底被解开的那一刻 我才更确定 原来荷尔蒙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情 它是货真价实存在的 甚至是一种很物理性的存在的东西 但我真的太晚 太晚意识到这件事情了 我不知道创作是不是真的能够抒发 但是 我那时候只有想一件事情 因为那时候真的 我觉得在那个情绪当下的时候 真的是没什么求生意志 我不会想要去伤害自己 可是真的就 没有什么期待的事情可以去做 然后 所以 我那时候同时在写两本书嘛 一本是我的第一篇 第一本长篇小说 卡西威他们的瓦斯殿的结尾 另外一本就是 去你妈的世界的开头 然后我写这两本书 是我每天唯一知道 我要醒来的原因 好妮儿从自身孕期产生的巨大痛苦 到让读者仿如亲力的分娩暴力 在这个承载孩子宛如容器的身体 来回探究 重新醒示母亲之符号的另一个意义 代表的正是牺牲和奉献 我觉得每一个小孩 都曾经问过他们的父母说 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 所以这本书的整个开篇的结构 应该就算是我的一个答案吧 就是我随时做好准备 如果他问我这个问题的话 我可以告诉他为什么 大师不是生子 而是穿越了这场痛的旅程 走向阶段性的终点 想到人体能够负担如此巨大 具体的破碎还能够被修补回去 好像觉得再难的事情 也撑得过去了